他說 有個佛弟子 一聽到佛法 就當下誤入而正國 那麼 這個在家也有出家也有 像虛達多 第一次聽到佛法 他就正出國了 那 神律佛 一聽到佛法 還沒見到佛 就正出國了 那麼 甚至 這個虛伐陀羅 一輩子修行那麼久 120歲 可能修行的幾十年 都沒有正國 第一次見佛 佛要入夜晚了 他第一次聽 他就正出國了 所以 當有的勤苦 休息了一生 還不能得到 那麼這個更多 這個更多 那麼今生修行 而不能誤入正路 正路的遲 或是有正路 但是遲路或疏路 那是決定以過去生的休息 還有今生的努力 不單單是過去生中的休息 還有今生的努力 過去生中一樣有休息 但是今生努力不一樣 那麼正果的遲數也不一樣 所以他決定兩個因素 第一個 你過去生中所累積的 第二個 你今生的努力 舉個例來講 這個杯子 比如說有500CC 你昨天已經加了300CC了 這一輩子 今天直接再加200CC 他就滿了 那你過去 你杯子拿來的時候 只有100CC 你必須要加400CC 所以 過去你這個杯子 你加多少水來 不一樣 就是你拿杯子來的時候 你是裝滿的 還是你是裝空的 還是裝一半的 還是裝三分之一的 那麼你今生一樣的努力 今生一樣的努力 今生你都努力 擠出200CC 那你已經是300CC的杯子 你擠200CC就滿了 那麼你擠200CC 但是你的杯子只有200CC 所以你還少100CC 你就不滿 那甚至你是空的 你200CC 不要說不滿 都沒到一半 但是如果 一樣是300CC的杯子來 你今生努力 200CC就滿了 你不努力 你只100CC 一輩子過了 你還不滿 還不滿 所以除了 除了決定於 過去生中的休息 還要有今生的努力 過去生休息 今天沒有努力 他也不會成熟 但是如果你已經成熟了 那麼你肯定會努力 我們舉個例來講 他是這樣的 比如說來講 正出國的 他有七次人天王法 等下後面會講 正二國的有一次 正三國的 他是極多 正四國的就不來了 三國的就不來了 不來了 不來了 他升到五部環天去 他不來是不來遇見 不來遇見人間 不來是不來這個世界 但是他不是不輪迴 他升到哪裡 他去哪裡 去五部環天 他也是在那裡修行 就在那裡得解脫 他去還是是修行的 去一樣是修行 然後 但是因為他已經保持這個良好的習慣 去到那邊修行 就在那裡得解脫 就在那裡得解脫 怒涅槃 那麼俄國的 一往來 一來 一來一往 來人間一次 來人間一次 然後一往 再怎麼樣 再去 再到天上 不是 他是先升到天上 因為俄國 他俄國 他是從人得俄國的 所以 他先去天上 然後再來人間 然後就在人間 成謀 就在人間得解脫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當然也有可能 他就在人間 他先來人間 他再來人間 然後就在人間得解脫 他只是說 這個講的狀況是最多 最多一往來 他就得解脫了 那也有可能 先來人間 然後升到五國還天 在這邊得三國 再去得解脫 那出國 出國的狀況 最容易說明 他基本上是七次 人天人天這樣七次 或是天人 升到天上 大部分正出國的人 都會升到天上 除非你發心 不然會升到人間 天人 然後天人 然後天再來做人 這人再升天 再來做人 就這樣 那還要看他努不努力 喔 不是他真的出國 他只要他都不努力 那升天升人 升天天人 自然得解脫 沒有 那麼 基本上你升到天上 天上比較不容易修 那到人間的時候修行 他有可能在這裡就正阿羅漢 有可能第一次就正阿羅漢 他不用到七次 七次是不努力 沒有加上單身的努力 所以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在這一次就正阿羅漢 就得解脫了 那麼這一次沒有 他不太努力嘛 那就下一次 下一次就沒有再下一次 所以 那麼最多到這一次 因為他不會完全不努力 他只是沒那麼努力 但因為他已經有這種好的習慣 他絕對不會不努力 只是沒有那麼努力而已 那麼 所以 還要看 除了過去生中的休閒 還要看今生的休閒 他不是完全決定在過去生 如果玩這個生 那就是宿命論 所以今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 因為你已經過了那個坎 過了那個 就正出國了 你怎麼樣怎麼樣 你都會往前進 就好像 你爬到 你有點像這樣 有點像 他開始像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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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了這裡 開始往下了 那麼 開始往下的時候 你不怎麼努力 這樣順勢而下 或是說這個水流 他順流而下 那麼 他不用很大的努力 但是不是完全不努力 他就順流下來 所以 時間到 他就到那個地方 但是你再快一點 你可以滑快一點 你可以努力一點 還是可以比較快到 還是可以 所以他這裡 這裡講到 就是 跟過去中有沒有成熟是很重要 但不是說完全取決於過去 還要精深的努力 所以精深修行 能不能正入 那麼正入的快或慢 那重點是精深有修行 它是你精深的修行 精深要有修行 精深不修行 就好像 你精深不修行 然後因為過去中有修行 精深就會成就 沒有 問題是你精深有修行 那修行還要有分 你是怎麼精深不精深 如果你精深 那可能就快 所以有一種傳說 傳說說 這個彌勒菩薩 比釋迦佛早發信 照理講 應該比他早成佛 但是釋迦佛特別精深 釋迦佛的特點就是兩個 一個忍辣 忍入 一個精深 他的修行特點就是忍入跟精深 那彌勒菩薩的特點就是慈心 從出發心就不吃素 不吃肉 就是不吃水 就慈心 阿修佛的特點就是修飯燈 出發心就修飯燈 那生生世世修飯燈 他跟其他的佛不一樣 就是都是同生出家 那跟其他的佛不一樣 要結婚之後 然後開始 然後過出家的生活 結果不一樣 那每一種佛 他有他的不同發心 但是他也有他的精深 釋迦佛的特點就是精深 那其實也是順應這個說佛世界 說佛世界有一點像這個逆緣 他很多境界都是逆境 如果你不忍入 你過不了這個坎 如果你不用功 無利水行蹤 不進則退 你做得不動他一直往後退 他不是這樣順有 你做得不動他會往前進 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點點努力 不然你就過不了那個坎 所以一定要精深休閒 在精深休閒的狀態下 大家都一樣用功休閒 但是有的正用有的不正用 那個就是決定在過去生中的休閒 那就是過去生中 你有沒有努力啊 所以說一樣的時間 讀一樣的書 一樣的師父都是釋迦摩尼佛 聽一樣的法 但是有的正有的不正 有的正出國 有的正惡國 有的就正阿羅漢 有的不動不正還起煩惱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跟過去有關係 那個是在今生大家都修行的狀態下 如果過去沒有種下解脫心種 就是沒有出離心 我們說解脫的種就是在出離心 出離心就是出離魯魁的心 不是出家的心 是出離的心 那出家就出三界家 就是出離心 現在出生燕離心 現在才開始要修行 就想迅速正果 正想 正向種下種子 就想結果 那怎麼成呢 如前生已經修到了成熟界半 那麼今生一出頭來 見無無法變人正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像六指貴蕾 所以聽到人家 陰無所住的設計心 他覺得 他就不理解了 那我們天了幾百次也不會理解 釋迦摩尼佛用功到一個程度 見到天上流星 他就見法 那我們見到流星怎麼不見法 那就是什麼 你過去生中成熟不成熟 你過去生要累積 要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麼甚至有不必再用功學 就是刻意 不必再刻意加工用學 就會緣陣的 因為就到了 所以一生補助在人這個人間 他就一定會成功 其實是這樣 所以在今生修正的過程中 有磁跟速 就快跟慢 快跟慢的不同 這是決定你前生的準備如何 你看 包括 就是 你能不能解脫 包括你過去怎麼修 並非由於利頓的差別 那多數人就是 你是利根的 你修這個法 就代表你是利根 不是 所以你是禪宗的 你是利根的 你是逆宗的 你是罪利根的 你要多大的福報 你才能遇見這個法 你只要遇見這個法 你就直接可以成就 一生可解的話 不是 利根頓 在與你過去 在與你過去 有沒有成熟 成熟 就好像這個水 你已經來的時候 拿來的時候 就是500cc 我再多到一滴 它就滴出來 你就吃到它滿 你拿來也是空的 我就是到了490cc 也沒看見它滿出來 也不會啊 如果滿出來 它是成就的話 你只要到一滴 它就滿了 所以 所以 這個 他說 利根跟頓根 當然是有 不過這個利頓 並不是根基本身的差別 而是 上面修閒 你有沒有成熟的問題 那 他說 當然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個 利根頓 就是說 你對於法的體會 深跟淺這個部分 如果要從這個部分來講 他說 上面所說過的性行人 與法行人 上面說過的是在哪裡 在158月 你看一下 三聖共法裡面 他講到 或是誰性行 或是誰法行 那麼 他這裡講的利根重點就是 對於法 對於法 體會的深淺 有些人 信行人 他重信心 他不懂道理 但是他照著做 那麼慢慢慢慢 簡易默化 他也得到那個作用 那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要先分別 要先知道 從智慧的 就法行人 那麼如果真要有講 有利跟對 那個就是信行人 跟法行人 信行人比較對於一點點 對於一點點就是 那個腦筋比較不會去分別 你怎麼說我要怎麼做 你怎麼教我要怎麼修 那如果他遇到的是善事事 那麼照著這條路就對了 如果他遇到的不是善事事 那麼他也一直走 走錯了他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 如果從這裡來講 如果真要講利跟 那就是那個利跟 但是我們現在都比較想說 你是修禪宗的 你是最利跟的 你是修密宗的 你是最利跟的 就變成是這樣的 或是甚至說 你現在會修禁途中 你是最利跟的 不報最大的 或是講這樣 那麼著重於醫師修學 就是我們講 系型人這一邊 法型人這一邊 如果真要講利跟 利跟跟頓跟 那可可以講 就是說你 你著重於醫師修 醫師學習 有佛我才會修 沒有佛我就不會修 有老師教我才知道怎麼做 沒有老師教我就不知道怎麼做 那麼如果從這個以性為先的 以師為主的 那麼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頓跟的 那麼沒有老師教 我看著老師 看著其他人怎麼做 我就知道自己要怎麼做 沒有其他人說 我自己這樣想 看著別人錯在哪裡 我就知道要怎麼樣不看錯 看著別人怎麼成功 我就知道要怎麼樣才成功 那麼這個是著重於智力學習 佛陀講一次 我就知道了 不用天天跟我講 我就知道要照這個原則修 甚至我沒有佛陀跟我說 我自己看見別人怎麼錯的 我就知道要怎麼樣對 那麼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以慧為先的 如果真的要講有性 有律有頓 那麼就是這個 但這都是要盡力 那麼即使是這樣 不管是性先人還是法先人 也是要走熟透 那到了成就其實都一樣命 到了成就都一樣命 你如果不成就都一樣頓 你法行人你不成就也頓了 也頓了 他不見法他就頓了 沒有智慧就頓了 你性行人到了成就 一樣得事不壞心 一樣見法他一樣力 他一樣力 所以他說 一現身的修正而論 是不能以正路的詞數來決定 他是力或頓的 所以什麼叫利根 什麼叫頓頓 有成就就利根 沒成就就頓頓 就很簡單 那你有沒有成就 我們只是這一身努力 你是經過多生努力的 就像經常已經講的 你聽到這個波羅經 馬上能夠信受而且理解 他才說什麼 不如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眾善願 不是你今生修的 都是你多生累結也來成熟成就 今生顯現而已 只是這樣 所以不能以正路的詞數 那如果照這樣來講 這個捨立佛 捨立佛就是智慧第一 但是他正在阿羅漢比穆劍年慢 一般來講說穆劍年是七天 捨立佛是十五天 或者說穆劍年是十五天 捨立佛是一個月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他的一倍 那穆劍年捨立佛新政出國 他聽馬上比丘嘛 講那個緣情境 他現在正出國 正了出國之後 他回去告訴穆劍年 穆劍年隨後也正出國 舍励佛正出國在穆劍年前面 但是正阿羅漢在穆劍年後面 那這樣看起來 舍励佛到底是命還是對 正阿羅漢看起來好像比較對 但正出國 因為他先聽我嘛 他就正出國 那穆劍年聽著捨立佛的轉述 也正出國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不分上下 只是文法的先後而已 但是文的法之後 穆劍年我們講七天 七天之後正阿羅漢 捨立佛十五天之後正阿羅漢 看起來捨立佛比較對 其實不是 捨立佛是智慧第一 那麼穆劍年七天 但是他文法之後 他在樹下專精思維七天 捨立佛不是捨立佛正出國之後 做佛的使者 那麼專精在處理佛的這些大小事 他只有偶爾佛在為 因為有人來找佛 特別是他的舅舅來找佛 那麼有人在為佛說法的時候 他沒有時間去坐在那邊 固定專精思維 他要忙佛這些事 整理就是處理佛的這個 這個日常生活的事 還要處理人家來找佛安排 安排這個佛借待他們 或是佛有空沒空 然後準備佛吃的 準備佛的衣服 這些這些的 那麼這個 他的心多半在處理佛的這些事上 但是他15天之後 就是他的姐姐來找他們 那麼要找佛理論 他就到後面聽 他就怎麼樣 他就正果了 那麼這樣講看起來時間比較慢 但是從他正果的這樣的方式來看 舍利果是比較低的 所以他正果比較慢 所以比較慢不一定比較對 不一定 比較快也不一定比較低 就好像 他後面還會講 比如說 你這個醬油 你這個醬油 我只釀三個月就可以喝了 那我這個是釀三年的 看起來釀三個月的好像比較好 沒有 釀三個月的對勁比較好 釀三年的可能比較好 所以這個也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底下看 他說近代的佛教界 有許多觀念 所以老師寫這個祭司要澄清當時的 都錯誤的觀念 那這種觀念其實在現在 還是很多人這樣 那麼 都是以經論相反的 有一些觀念都是以經論相反的 他們以現身的修正努力 或物證的詞數來分別利根 講你是利根頓根 或是你能夠接近這個法門 你就是頓根 你就是利根 最上陣 就變成就講這樣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 你只要能夠信受你這個就是利根 最上根 就變成是這樣 而不知恰好相反 重信的與重慧的差別之外 如果我們要講利根頓 就是你對法 你是不是重法 重師就是醫師 我有個可靠的 我以法為好 就是智力跟他力 如果你以他力為主 那基本來想就是比較笨 為什麼 因為你的希望是由別人給你的 你是希望是寄透在別人身上的 就是比如說醫師 你的師父沒有教你 你就不會 你師父沒有帶著你 你就不會走 那麼這個是比較頓 那麼如果師父講一次 我舉一反三 或是沒有師父教 我看別人的師父怎麼教他 我就不會學會了 就變成是這樣 那麼這個看起來是比較依法 所以 因師 依師得法 但是他以法為師 這個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他說 除了重慧跟重信的差別以外 凡急求速成的 才是鬥爭 講壞事 現在就齊神開 極刻開悟 一世解脫 一生成佛 不利三起莫法生 好 完全就講這個 大家聽的話行 所以 如果你有這種速成的 那麼你是頓更的 頓更其實就是那個心比較頓 不利 不明白 沒有智慧 那麼大器完成的才是一個 為什麼呢 講求速成的 如果這樣來看 他說舉佛教界常用的 也是一般人會有一個問題 他說三聖來說 聖文聖 元絕聖 跟菩薩聖 聖文元絕菩薩這個是三聖 照理講 成就來說 聖文 從發心到解脫 最快的是三零 最齒的是六十節 叫做三聖六十節 最快 最快 總說多 第一聖 他是家 三聖 聖文 五十一聖 極小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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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速最快 急尺最慢 四身 百劫 一百劫 骨杀 要成火 三大阿珍集结 这样看起来 差那么多 这三参就三咖啥精气血 那照理来讲 生文就比较利 菩萨比较顿 不是 菩萨比生文利 那这个三参是怎么说呢 它是基本上它是这样 第一参 那一般的说法是 这个第一参 最快第一参就积极这个 积极这个顺解脱分的善根 第二参顺解脱分的智慧 那么就是 它是说这个 先中顺解脱分的善根 就修起四面 发心了发出一心 然后修这个母庭心四面处 第二参 在一味道地点 那么生起顺解人分的智慧 第三参 一根本殿 合起无肉慧 那么得解脱 那么基本上是这三参 那么最慢要六十解 那 它会得解脱 就从发心了 发心到正果 那圆解的四参 四参 它不一样 它第一参 也发出离心 第一参 修身闻的智良 发出离心 修这个智良血 那第二参 修加血 身闻的加血 第三参 第三参就修 圆解的智良加血 圆解的智良加血 它基本上第一参都是智良位 那智良位就是从发心开始 积极 如等这位 然后这个里面就修加血 那这个修圆解的智良加血 然后最后得解脱 圆解的智良加血 在这一参第三参修 第四参就得解脱 那圆解是比身闻力的 身闻要医师 圆解不用 圆解是医法 没有佛的实战 它也可以得解脱 身闻是没有佛讲 它是不能得解脱 那所以像大家设 舍利佛这一种 可能没有佛它也可以 但是你说像大家设 自己讲 即使没有佛 它还是会得解脱 这个是比较利的 所以这个就是医师的 这个是医法的 就不太一样 那但是如果这样来讲 圆解解多个半 但是其实它比较利根 那菩萨又比圆解利根 这大政 又比这个身闻利根 那三大阿珍其解 那三大阿珍其解 它是这么说的 三大阿珍其解 它是 它是 这个第一大阿珍其解 修这个 实信位 若有实信实柱 实行 实回向 第一大阿珍其解 这个是第一大阿珍其解 它不是三生 是三大阿珍其解 阿珍其是 不可数 无量的 不可非常多的意思 它是三生 它是三大 第一大 第二大 第三大阿珍其解 它不是三大解 是三大阿珍其解 那么 实信实就说 你实回向 这个修第一大阿珍其解 然后第二大阿珍其解 从初地 这个才正乎生法理 开始从初地到七地 正乎生法理 那从八地到十地 从八地到十地 然后基本上 十地过去就成佛了 但是有一些 再多一个等觉 那一般来讲是 十地过去就成佛了 所以就准备要成佛了 或者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是一大阿珍其解 三大阿珍其解 它是这样修的 就不一样 那 导师这里讲到说 这个 生文三生六十解 远解 比生文要立 但是从发心到解 要四生百结 菩萨比生文元决都立 但是要三大阿珍其解 关于根性的立顿 那这个讲到 讲到这个 它说立跟顿 怎么会越慢的越立呢 应该是越快的越立才对啊 怎么越慢的越立呢 它是说这样 如果依这个大比菩萨论来说 它也是这样的看法 就是它基本上它是这样 大比菩萨论 它虽然都是成就 但是它成就的不一样 它说基本上阿罗汉 它有分实解脱跟不实解脱 所谓的实解脱 它说因狭小道 实解脱 它是狭小道 就是它累积的资料没有那么多 狭小道 所以一样是正阿罗汉 但是 阿罗汉 有的智慧第一 有的神通第一 有的天然第一 有的论意第一 有很多 如果像 如果像佛是通通第一 那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狭小道 不实解脱是广大道 所以它修集的资料比较多 不实解脱叫做广大道 依广大道 这个是依狭小道得解脱 这个是依广大道得解脱 不一样 实解脱跟不实解脱 那么实解脱不解脱 底下都有所谓的心解脱跟贵解脱 那它讲 依狭小道得 依狭小道得 极速三升 最快三升 那依广大道得 这个是不实解脱 它要怎么样 又六十节 那所以极速的三升 这个是狭小道 这个是比较顿根的 如果从这里来讲 僧文元决菩萨 菩萨三大安神节 比如说比较利根 僧文是顿根 如果一僧文来讲 三升解脱的 这个是顿根 六十节解脱的 这个是利根 因为它是狭小道 它是广大道 三升六十节 那圆解也是一样 四升得解脱的 这个是顿根 圆解跟生文比 你看 它的顿根要三升 它的顿根要四升 但是圆解 还比生文力 它极齿六十节 它极齿百节 但是圆解要比生文力 所以极齿的 这个是六十节的是什么 六十节的是利根 这个依大米菩萨论来讲 这个叫做不实解脱 这个叫做实解脱 极速的叫做实解脱 所以我们这样看 依大米菩萨论来看 就是这样 这个叫做实解脱 阿罗汉 它是顿根的 这个是不实解脱 不实解脱阿罗汉 这个是广大道 这个是狭小道 所以它这个是顿根 它这个是利根 那么圆解也一样 四升的是顿根 越快解脱的是越干 就是越快成熟的 越没有风味 没那么好 就好像这个茶叶 放三年的 放三十年的 酱油 酱三个月的 跟酱三年的 不一样 一样都是酱油 但是那个橙色 那个风味 那个价格 它是不一样的 它那个用途也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一样 这个是顿根 这个是利根 那菩萨是三大节 菩萨跟圆解也比 它时间比它长 而且 这个长不是一倍 这个是几万倍 你看三升跟六十节 六十节 一节 一节也经过多少升 那六十节它不知道几倍 但是这样是广大到的 这样是小小到的 那所以成就不一样 所以你说一般来讲 越快越快 强调那个一生解脱 即刻开悟 一世成佛的 我告诉你 那个你说 我这个法文最出身 可以让你一世解脱 即刻开悟 即生成佛 我告诉你 它告诉你 只有罪利根的人 才能够这样 最顿多的人才能够这样 所以都不要 因为你这个就是怎么样 很简单 就是针对那种贪腐方便 心存侥幸的 就是这种 这种心 就是没有那么实在 但是它还是 努力还是可以的 那你越快速成就的 不一定 越快速成就的 不一定是 越殊胜 不一定 就有点像 那个三个月就可以酿成的这样子 那么绝对没有那种 三年才酿成的好 绝对没有 也不是最好的 所以它说 这个顿根跟利根 恰好相反 不是这样的 道理根本就跟你讲吧 就算声文来讲 三生的 三生最快解脱的 这个是论根 六十解解脱的 这个是利根 像舍利佛就是六十解解脱的 舍利佛不是经三生 它举个例子 舍利佛是 舍利佛是 那么 这个 经六十解得解脱的 那像佛是三大阿尊心也来怎么见头 那三大阿尊心也跟这个三生比起来 那个其实是一倍 其实是一百倍一万倍 不止 但是佛是最一倍的 所以佛能够度那么多阿罗汉 那有一些阿罗汉甚至没有办法度 没有办法 那么 所以 他说 在大圣不共法的申诉中 在依经论来说明 那个在哪里呢 四百三十月 我们看一下 四百三十月 讲到大圣不共法 讲到顿根利根 这里还会再讲 四百三十月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菩萨所修到三期历史地底 顿路与见路 随机有差别 那导师举的例子是说 那么 人 一个人手工产量为一个工作 你一人管理多少器器 一人的产量就等于手工者 三十六或一百六 这可能是相差很远的 那导师是举这个例子 那这个我们等到这里的时候再来看 后面还有所谓的福薄 福薄根顿心不坚 少福德利根 大福德利根 那又分很多种 那到这个时候他还会再讲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讲 这个菩萨的根基建顿 那这里是三圣旺法 所以只讲身文的根基立根 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样子 那么三圣的是顿根 六十节的才是立根 那跟菩萨不起来 菩萨三大阿神解是立根 身文三圣六十节 那个是顿根 他说见此阵伐者 出名须陀缓 三节断如雨 不量生死期 那么这里说到 身文所谓的四双八卑 主要是四国 出国须陀缓 二国失陀缓 三国阿纳汗 四国阿罗汉 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都是范文 那须陀缓 那么叫做陆流 那么他是 为什么叫须陀缓 他断三解 不量生死期 那我们先把这个 时间快到了 我们先把这个 四国的这一些名称 先做一个初级的了解 这身文他基本上 叫做四双八卑 那四双八卑主要是四国 我们叫做四项四国 那出国 二国 三国 跟四国 那出国前面有个出国项 二国前面有个二国项 那都有一个项 所以叫做四双八卑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出国叫做须陀缓 二国叫做斯陀汗 三国叫阿纳汗 四国叫阿纳汗 那么虚头缓是陆流的意思 陆流就是陆圣流 陆法流 主要是陆圣的什么意思 我们叫超凡陆圣 二国叫一往来 三国叫不来 往生天上来人间 叫一往来 那不来不来人间 重点就是不来这个人间 来就是来这个人间 往就是往天 往生天上 阿纳汗主要叫做无生 他有三个意思 无生 应共 杀贼 重点是无生 就不会再来 不会再死 不来这个人间 也不会再生三戒 就不受后有 没有生就没有死 没有生就没有死 无生就无死 他重点是这样 那出果是断三戒 出果是断三戒 这个是断三戒 生见戒俊群 这个是 这个是薄贪生吃 这个是断剑道 这个三戒是剑道 这个贪生吃 这个是修道 这个是薄贪生吃 这个是断五下分戒 断五下分戒 五下分戒就是包括前面这个三戒 那么因为这个也是 下就是欲戒 上就是色无色戒 那么所以他断五下 五种欲戒的烦恼 那包括这个三戒 然后再加多两个 一个叫做欲戒 一个就是撑 所以他这个叫做 除了断三戒 就是断欲戒 把欲戒的欲戒断掉了 还有欲戒最明显的撑 那么撑是由欲戒不足而来 所以他才 因为他把欲戒的最主要烦恼 就是欲戒跟撑断掉了 他就不来欲戒 这个人间欲戒 他不来 因为他把这个烦恼断掉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叫做断五下分戒 五种欲戒的烦恼 叫做下戒 那这个就是断五上分戒 欲戒的烦恼断掉了 还有哪一戒 还有色戒无色戒 那色戒无色戒 叫做上戒 所以他就断五上分戒 就是断了色无色戒的烦恼 戒就是烦恼 束缚 让你能够生到欲戒的烦恼 就叫做欲戒的结 那么让你生色无色戒的烦恼 叫做这个色无色戒的结 那么他最主要就是这样 那后面会 后面会再详细说 那主要我们先大概知道 那出口前面有个出口像 那这里都有个像 那这叫四川八贝 那简单讲我们就讲 讲四川 那主要虚头喊 虚头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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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喊 阿罗喊 他是路流 那一往来不来不生 他是断三戒 三戒是身戒戒信取疑 最重要是身戒 身戒叫做撒迦也戒 就是我戒 然后戒信取戒 还有疑 还有疑 疑就是对四圣地对元旗 没有确认怀疑 那么这个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这个是非因既因重点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 跟错误的就是非因既因主要在义 这样修不能解脱你却认为可以解脱 你这样得到的境界不是解脱 你却认为这种境界就是解脱 这个就是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因为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先大概认识 那么下次 这里在我们再详细来讲 这个 世果 虚托凡 虚托凡 阿拉罕 阿罗汉 都是断些怎么烦恼 都是修些什么 那他都有什么功德 好 那么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也共臣佛道